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希望大家能给唐糖点个赞,你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退休以后要停止存钱,原因让人意想不到,60岁到80岁一定要看。 这是一位老人写给自己的信,没有一句空话套话,说的全是家常话,每一点都十分朴实,具体,有益,每一条都可以做得到,赶紧珍藏好。 对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十分有用。 一,停止浪费时间,谈指一会间我们都已经迈入中老年的行列,时间不等人,我们更没有机会浪费时间了,想做什么就去做,想要什么就去买,想吃什么就去吃,别再说等以后,等有时间,等过几天了。 二,停止存钱,有些中老年朋友喜欢每天都看看自己存折上的数字,认为自己能省下更多的钱,就是开心的事。 可是省下那么多钱干什么呢?剩菜也能吃一顿饭,买衣服只买便宜的,一辈子从来没出去捋过油,这样的人生你觉得快乐吗? 中老年朋友们不妨停下存钱的脚步吧,存折上的钱只是一个数字,辛苦一辈子的我们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不要太在乎一件衣服多少钱,一颗白菜多少钱,要舍得花钱。 三,停止回忆过去。 我们这一代人,孩童时代,青年时代,多多少少都吃了一些苦,好在现在的生活已经越来越好了,还有一些闲钱闲情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因此中老年朋友不要一味地沉浸于过去的回忆中,而要积极乐观地向前看。 过好人生中最最黄金的二十年。 四,停止生气。 年轻时我们多多少少有些脾气,特别是孩子不听话时,总免不了骂孩子,甚至打孩子。 四,但是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我们则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我们可以运用经验累积的智慧,提供参考意见给儿女,并保持幽默慈爱的态度,不要因儿女不接受意见就生气或唠叨不休,以免形成两代人的紧张关系。 五,停止抱怨。 每个人都有烦恼的事情,有时候也想跟别人倾诉,这可以理解,但要注意你暴恋的频率。 如果你的朋友总是跟你抱怨同一件事,每天都在传达负能量的话,你也会不喜欢这样的朋友吧。 六,停止盲目攀比。 俗话说,埋头喝自己的稀饭,别抬头看人家的油汤。 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没有什么隔壁性,不要给自己一定太高的,希望值何追求目标,别跟人家比收入,比房子,比子女,要比就比谁的老年生活,过得舒心,快乐,比身体健康,多活几岁。 七,停止孤独。 无论是与子女同住,还是和老伴两人生活,都要做到精神独立,千万不要一天到晚就围绕着家里的几个人生活。 老人应该多走出家门,有自己的朋友圈,有几种感兴趣的爱好,这样生活才更丰富。 八,停止多管闲事。 做老人有一个诀窍,就是对有些事情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凡事都以自己为中心,给儿女一定的生活空间,不干涉他们的生活。 在孙辈教育的问题上,中老年人千万不能以有经验自居,应该明白孩子的父母是谁,尽量按照孩子父母的观点去带孩子。 小夫妻吵架更不要马上去批评,如果实在要批评,只能批评自己的儿子或女儿。 而不是儿媳或女婿。 九,停止唠叨。 健康,工作,婚恋等,是中老年人最喜欢跟子女交流的话题,而年轻人最反感中老年人反复叮嘱一件事情,因此少唠叨。 有些事孩子们心理清楚,自己有谱,咱们就别总啰嗦了。 此外,对子女搞不懂的事要耐心指教,做错的事要适当批评,但不要说个不停。 十,停下来,深呼吸吧。 无论你现在在干什么,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你都需要好好停下来做个深呼吸。 不如现在就歇一歇,停下来深呼吸,犒赏犒赏自己。 每一条都细之入微,做到这十条,我们的中老年生活一定会。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大家别忘了给唐糖点个赞,同时可以到Facebook和唐糖互动,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